台灣的西南邊有一個小小的對流包發展起來 通常在這種五六月的時候我們很害怕這種對流包 不過呢離台灣有點遠啦 所以因為這種對流包一發展說真的有時候大起來的雨 或是閃電非常的可怕 如果到台灣來看的話可以解決一些焊象啦 不過就在這個地方很小區域發展 在五六月的時候我們都要特別注意 那現在來看的話台灣上空雖然有雲系 可是就是雨就是下不來 這個呢都是比較淺薄的雲系 現在來看的話明天顯著的吹偏南風 禮拜三的時候有一道封面會掠過 這道封面經過台灣的時候就整個就減弱了 事實上它在長江流域發展的還蠻旺盛的 接下來呢禮拜四禮拜五緩和 禮拜六另外一波封面再接近 這波呢可能會多一點點啦 在這邊呢其實是一個整個封面的結構 但是這當中呢可能有一點些微的不穩定 可能在山區有些局部的鎮雨 這兩波要解決焊象非常的難 非常的難因為預估雨是不會很多 那下禮拜呢三四可能又有一波又在接近 這波呢就有一點像是梅雨封面了 但是它的變化呢還蠻大的 我們就下禮拜一個禮拜一個禮拜來看 所以近期來看的話雖然進入梅雨季 都有封面深層但是都很像 還是一個快速移動型的封面 離這種會一直停留在這個台灣上空 滯留的封面還有一些差別 那很多問有沒有颱風 其實這個時候 整個西太平洋 很有利於這個發展 但是現在還看不到啦 所以現在目前的天氣呢大致上還是吹的偏南風 非常穩定的天氣 山區呢有一些局部零星 但是呢大多數應該都下不下來 那禮拜三呢封面就開始接近整個中部以北會轉為雨或雨勢 南部的山區也有一點點短暗的陣雨 禮拜四就改為緩和又開始吹東風 又慢慢開始偏南風 禮拜四禮拜五是一個轉換期 然後禮拜六呢 六日又有一波系統又會來 又會轉為比較不穩定的天氣 所以禮拜三呢大概是中部以北 或是南部的山區有點降雨 明天呢大概就是零星的 東半部可能有一點點 那禮拜四禮拜五就轉為這種局部零星的陣雨 北部呢可能迎封面有一些局部的陣雨的機會 那這幾天的溫度呢略降一點點 不過注意的就是清晨的溫度 像這兩天呢都已經到25 26度 像有時候 你不注意的話還會被熱醒 這種混厚的這個棉被真的可以收了 大致上呢這幾天都28 29度 清晨的低溫22度 然後中部呢其實很穩定23到30度的溫度 南部呢也是一樣 所以相對的最近呢其實南部的25 26度到31度 有一點熱的天氣都差別不大 各地的天氣呢今天雲量比較多都是多雲的天氣 東南部呢有一點陣雨 那明天呢其實大致上呢 是多雲到晴的天氣大致上 一樣悶悶熱熱的就是這個感覺 我們給大家建議 週二呢是顯著的偏南風悶熱高溫 週三呢封面接近北部呢轉陣雨 週四五呢緩和回溫轉晴 週末呢有另外一波封面會接近轉為有陣雨天氣 請大家多留意了 我們來到一天族夠了 我們說 ! 他們說